智德大师临终的时候说 他往生的品位是无品地质位 这是因为领终的关系 假设没有领终可以更高 但是地址又听过一种说法 要断我职最好的方法是一切为众生着想 一点不为自己着想 请法师慈悲开始 我想我们生命的规划很多的阶段 智德大师已经到了资粮位的尾端了 即将进入佳行位 他只要有点禅定的力量 他就能够产生很大的突破 所以他变成面临抉择 他如果到山中去修禅定 他会只能六品关分位 转成六根清精位 增加一位 如果他选择领终 会让天台中的法门更加的利益 后世的众生 后来他放弃了资粒 选择了利他 当然后来这个联慈大师的评论是认为 智德大师的选择是对的 联慈大师在竹窗上面有明确的说明 他认为 智德大师的选择是对的 就是在成佛之道 他这样子做是最快成佛的 虽然眼前是受伤了 但是长眼来说是得利益 联慈大师的评论是这样子 那到底我们应该不应该领终 应不应该做知识 如果你即将成就禅定 那你就不是家里资粮位的菩萨 那你不要领终 人家一定护持你 如果你打坐的时候也是胡思乱想 你倒不足做一点事情 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 他每一个阶位有他每一阶位的重点 反正你知识的资粮位 你倒坐的时候 你说修禅定 你精神也不可能修禅定 那你不是两头空吗 禅定也没有得到 福德资粮也没有得到 所以说 到底应该做知识好 还是先成就禅定 我觉得是因人而异了 如果你有成就禅定的善根 你有今天有成就禅定的因人 我相信很多人会扶持你 你也不一定要做知识了 但是如果你禅定不能成就 为众修福德 我们要知道 我们刚刚修这个六波罗蜜 你修习福德 会创造一种极尽的力量 所以我们看这个往生禁毒 不可以少善跟福德因人得生平 我刚开始读阿弥陀经 我一直很奇怪 念佛法门信念念佛 完全是新地方 我对阿弥陀佛产生信心 我化愿求生净土 我意念阿弥陀佛 完全是善根 没有一点是福德 佛陀为什么说 不可以少善跟福德因人得生平 这个我以前一直是一个问号 后来我知道 福德可以帮助善根 善根能够带动福德 善根跟福德 我们不能把它切成两半的 不可以讲 它两个是互还互舍的 前面的本论讲得很清楚了 一个人福报修得大 他练佛的时候非常安稳 因为他善业里能够支持他的佛号 一个人福到修得好 他临终容易保持胜利 一个人福报太薄 你这个念佛 只有一句佛号 单薄的存在 旁边没有不思实觉 转入的善业里支持你 你这个佛号 风吹一打日晒 很危险的 很危险的 所以你好好的体会佛陀说的话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 因你的得生比喻 这个福德啊 你说它重要呢 我们每一个人 一天都有24小时 你应该做好你的规划 当然你一定要先有目标 你的目标在哪里 然后你从这个地方跟你的目标 你中间有什么资粮 你要成就的 你要赶快成就的 如果你是求生净土 那临终的正念是你的重点 那么 成就临终的正念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这两个资粮你要如何准备 你认为禅定是重点吗 我们一定先有目标 才能够去抉择你的过程 我怎么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 过程对你来说是对的 对他可能是错 因为你跟他目标不一样嘛 过程是要配合目标 你们两个目标不同 当然过程会不同 你是有志于今生成就圣道 那禅定对你非常重要 你是有志于成就临终正念 那么善根福德之量非常重要 尤其是对佛号的归宜就更重要 所以我总是觉得 你要经常反省自己 你的目标在哪 你生命存在的价值在哪 你为什么要拜这拜佛 你为什么要持咒 如果你没有目标 这个善法是一个善慢的善法 那是非常危险 你很难抗拒你的业力 我们不能等到离命中的时候 才想到净土 这个是太晚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求生净土 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 但是你要很清楚你想要干什么 你的目标在哪里 你有目标 你才能够这么多的经论章中 找到你要的东西 你说这本社大成论 每一个人都把它读通吗 未必 写佛法跟写释迦法不同 释迦法你一本书全部都要读通的 这是一个功德法句 这是个法宝 每一个人要他自己的东西 吴昭菩萨是把所有的宝都展现出来 红宝石 蓝宝石 黄金 白银 但是你要去要你的东西 因为生命是有限的 功德是无量的 古人讲过嘛 我生也有有癌 智慧是无癌 你这个有癌的生命追求无量的功德 你死亡到来的时候 你什么都一事无成 所以生命的规划很重要 佛陀把所有的功德都展现出来 很多的工具 很多的法宝 但是你到底要什么 你要很清楚 你要什么 跟你的目标有关系 你精神要达到什么目标 你才知道你要什么